西安一位老农遇见怪事了 他在盖房挖地基的时候 无意间挖到一条蛇 本想上前将蛇铲成两段 却不想这蛇竟一动也不动 老农定睛一看 瞬间心花怒放 那么老农究竟看到了什么 这一切又是怎么回事呢 感兴趣的朋友们 还请点个关注 点个赞 咱们接着往下看 1975年 西安市南边郊区草坡外 一位老农正在挖地基 准备盖间新房子 挖着挖着 突然感觉下面有个硬东西挡着 他本以为是石头什么的 心想把它挪开变好 可等他仔细一瞧 顿时冷汗直冒 这哪是什么石头呀 分明是一条蛇 但老农毕竟经验多 做好西里建设后 就准备扬起手中的铁锹 将蛇拦腰斩断 可这期间 大蛇竟然没有任何动静 老农觉得奇怪 莫不是自己眼花了 再说了 常见的蛇大多都是花色 可这蛇竟是通体黄色 于是老农决定 冒险一探 这一探不要紧 差点没惊掉下巴 这根本不是什么活的蛇 还是个有一定重量的金条 此时的老农脸都快笑烂了 这要是真的 那得值多少钱呢 于是他徒手卖力的挖了起来 小心翼翼的 将金条上的泥土擦拭干净 直到完整的形状显露出来 老农才看出 这不是蛇 分明是一条通体金黄的大金龙啊 在阳光的照耀下 金龙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看得老农一不开眼 除了拿在手上有一定重量外 这条龙呈现腾飞之势 龙头上扬 龙尾翘起 造型生动飘逸 却又充满力量 绝对不是普通之物 这个物件 对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老农来说 诱惑实在太大了 见四下无人 老农将金龙揣进怀里 神色匆匆的回到家 将金龙藏起 刚到家 就与妻子撞了个照面 老农也来不及解释 先将自家的门窗关好 妻子见他一脸撞鬼的表情 再看到他怀中揣着的金龙 也大吃一惊 知道老农是在地里捡的 妻子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两人挤精测试 确认这是金子无疑 将金龙藏好后 冷静下来的老农 决定再去碰碰运气 有第一条 说不定就有第二条 事实证明老农猜得没错 西安老农盖房挖地基石 挖出一舌 本想拦腰将其斩断 不想却因此挖出了宝贝 激动的老农很快地来到原地 拿起铁锹就埋头苦干 此时的他根本感觉不到累 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 没一会儿 他竟真的看到了希望 眼前的这条金龙 和刚才的那条一般无二 可惜的是 这条金龙因为掩埋时间过长 龙身已不再完整 老农陆陆续续 挖出了几个残龙碎片 即使残破不堪 这也是宝贝啊 想到这儿 老农仔细地将这些残片装了起来 想着自己回家拼一拼 说不定还能卖个好价钱 回到家 他就闷头将自己关在屋里 试图将这些残片拼接完整 可无奈 他没上过什么学 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尝试了很久 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许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晚上睡觉的时候 老农又梦到金龙 整晚睡不着觉 天刚蒙蒙亮 做了很久的老农 还终于动了动身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需要专业人士帮忙才行 于是 一早老农就带着残龙碎片 来到了当地的文物修复站 说明来意后 老农将碎片交给专家 这一看不要紧 专家也是两眼放光 这东西一看就不简单 仅从碎片的纹路中 就能看出文物的珍贵 如此珍贵的文物 怎么会在老农手上 于是专家怀疑起老农 一边修复残龙 一边询问老农 究竟是从哪里得到的东西 还告诫老农 如果不说实情 就交给警察处理 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大市面的老农 哪懂得这些套路 吓得脸不僵硬 神情紧张 随即就将自己在地里挖龙的经过 娓娓道来 但在叙述时 老农刻意避开另一条金龙的事 这边工作人员修复了许景 也没有丝毫进展 因为没有参照物 文物修复十分有难度 工作人员随口抱怨几句 老农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自己家里有一条完整的 可以拿来做参照 专家听完后面面相去 随即感到 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如果有一个完整的金龙 那将又是一个震惊全国的珍宝 想到这儿 专家决定对老农展开攻势 最终老农没能帮助 说出了全部的真相 专家一听 决定即刻动身前往老农家 在老农家里 专家见到了这条金龙 西安老农盖房挖地基石 挖出一蛇 本想拦腰将其斩断 不想却因此挖出了宝贝 在专家的扶法下 老农最终决定将文物交还给国家 为了奖励老农这样的行为 国家承诺 出资帮老农盖好房子 专家将文物带回 进行研究 最终确定 这个金龙是硫金铁心铜龙 它是用火镀金的一件精美工艺品 整条金龙长29厘米 高35厘米 重2.78公斤 造型非常灵动 羊头翘尾 两手称地 似起飞之势 从金龙的整体风格来看 它与1970年 西安荷家村出土的 一个今晚上的龙文略有相似 此类文事 在唐代铜镜上出现得十分频繁 由此可以看出 铸造的朝代应是唐代 再加之 造型大气恢弘 圣唐的可能性极大 自古以来 龙是华夏文明中的重要象征 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封建社会 常被当作皇权的代表 到了唐代 民间氛围开放 老百姓也可以铸造金龙 人们也将龙当成自己情感的寄托 常用于辟邪和祈福等等 由此可见 这个文物一定大有故事 那么这个金龙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专家给出了三种猜测 第一种猜测 是用于镇宅辟邪 根据老农发现金龙的地点 再结合史书记载 这里大致是唐朝长安城 永乐坊遗址附近 也就是宰相张岳的府邸附近 据史料记载 张宰相的家附近曾遭人挖土 有道士告诫他 挖土会伤了相府的气韵 需埋两条金龙于地下 以此镇宅 但这种猜测是站不住脚的 虽说唐朝风气开放 但将龙这样的金贵之物 埋在地下 这种极易触怒龙岩的行为 即使是宰相 也不会轻易尝试 第二种猜测 是用于宗教祭祀 唐朝时期 道教活动频繁 民间有举行投龙的活动习俗 将一些具有寓意的宝物 放进福地 以此祈福消灾 但这里并不是道教圣地 所以这种可能性也不高 最后一种猜测 就是用于马车装饰 古时天子为了彰显威夷 会在出行的马车上 叼两条龙 而这对造型精美的金龙 从构造上看 像是从马车上拆卸下来的 由此可见 这种猜测的正确性最大 大家觉得会是哪一种可能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